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点一句说 本季吐槽一部 王兴导演 郑凯 张颖及主演的奇幻大片 小魔传 这片子老烧嫌疑 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听 我说这片子老烧嫌疑 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 算了 当我没说过 在南兽年间 闲光世上有一个叫不通的和尚 我总觉得他是来自跑男的小猎豹 不通之所以不剃肚 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的坚硬 用刀枪砍都砍不断 之所以砍不断 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了 传说中处强的战士 超级赛亚人 不通和尚还有一个本领 会除妖小魔 阴妖怪自裂杭中成 不通和尚杉杉杉除魔 也有七八年的时间 而另一个叫玉女的小魔师 当小魔师 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 你除了是最老的小魔师 也算得上是 身材最好的小魔师了 但是 虽然你在美人鱼里 露事业线的造型大烧好评 但我觉得你是露上瘾啦 在这部电影里 那是大修特修事业线 请亲自一些 挤一挤 谁没有啊 玉女之前可是天上的神剑 皇母派到只手 三千年才承受了磐桃树 可是迎玉女和她的老群人 在磐桃树下接问 导致磐桃成仇辣 掉到了地上都没有发觉 这样皇母薄扬大怒 皇母娘娘 您误会啦 他们不是因为接问 才让磐桃丢地上 都没有发现 而是因为他们在磐桃树下 干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把磐桃挣下来啦 皇母攀玉女金童扁下房间 伦伦百事 喝下忘形水 永远不得相见 金童喝了忘形水 就挑了下去 像金童这种人 早就改扁下房间啦 不太行为不检点 一种也伤风败俗 一个男人 冲入被装 前面还半透明的 而且都漏点啦 把他扁下房间 让他说是当一头猪吧 让他露点露个够 一路就是两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玉女不肯定挖行水 直接跳了下去 皇母在玉女的头上加了封印 这一千多年 玉女不知道金童金身 变成了什么样子 前生一千次的回眸 换来今世 一次擦肩而骨 亲来的宫女 长得可真难看 哼 这一千多年来 玉女研究古今方术 奇蒙顿甲 制作了这一特殊仪器 只要再找到铲鼠油 天三老妖的众童 就能知道金童在这一世 转身的优貌 不用这么麻烦啦 我告诉你吧 这一生 它就是你的金童 玉女为了找到铲鼠油 在河州城里找到了这只铲鼠金 正巧不同而上 也来想这个妖怪 为了救玉女 还不小心压到了玉女的身上 是不是有酒熟悉感呢 这味道你在天上的 环桃树下也尝过 玉女跳上了长竹心的被杀 把长竹心的整脚脊椎 给拔了出来 哇 拔几椎时 雪都到处飞啊 但是为什么一滴 都没有溅到玉女身上呢 因为那是五毛三小座的雪 不同而上 接着要去天上砂谷 降伏天上老妖 在山手下遇到了 来自西域的独孤伍拜 哇 大哥好凶啊 这么瘦 为什么还长胡子呢 真话到底是男是女 我看完了电影都不知道 应该是男的吧 要不然变成绿巨岩时 如果是女的 舍得是通不过的 天上老妖突然出现了 左此言就词 玉女为了得到天上老妖的重统 你来到了这里 但因为天上老妖 平时诱厚 一般武器 根本无法制传它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和尚 想不想飞啊 我又不是鸟怎么飞啊 愤怒一点就可以了 愤怒的小鸟 这电影用的是 愤怒小鸟的创意 《作妖记》里用的是 植物大战教室的创意 中文喜欢电影 好友创意 三十的天上老妖 玉女挖走了她的眼睛 有了这只眼睛 玉女看到了金童 百事准是十的样子 正小金童也看到了 想起了所有的事情 激动地和玉女抱在了一起 太阳人激动了 三生三十里桃花里 白显和叶华 只用了三生三十就重逢了 而我们用了百生百事 我太骄傲了 Oh yeah 三生三十里桃花的票房是 5.35更亿 而小木装的票房只有 几千万 你还骄傲得起来吗 虽然他们又重逢了 但他们并未像童话故事那样 从此以后观赏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因为本片历 还有一个大反派 北海独龙 北海独龙想要当皇帝 就派自己的几个女儿 混入宫中 想要把独龙珠 放到皇帝的嘴里 每次我们想放独龙珠 到皇帝的嘴里 他身上 就会放出万道豪光 把我们轰出老远 北海独龙认为 都是因为他们是要 少有将爱皇帝之意 皇帝身上的帝王之灵 就会反击 你错了 皇帝身上的帝王之灵 之所以会反击 不是因为他们是要 而是帝王之灵 是会自动正开 容过怂得你言大 帝王之灵 是要保证 探扯的食品安全 要不能突破帝王之灵 所以北海独龙就想到了狱女 北海独龙带着女儿们 杀到了狱女家 并把魔爪 插到了镜头的身体里 并狱女吞下了一条天蚓 只要你吃下天蚓 它就会勾住你的心法 如果你不听话 它就会吞噬你的肉 并你一听到 会吞噬是智子的肉 很爽快的就把天蚓吞了下去 以后水肥就容易啦 不同的上小去救淤女 但是智子的神力并未恢复 这时不算显明啦 不算说 只要她能得到三样东西 不同就能恢复神力 哪三样东西 恶人的眼泪 贱人的尊严 情人的一口气 不同在人必其处 接了任务 要去做任务啦 一次不同就去到剧院找恶狗 恶狗每天都装成女人的样子 在剧院门口帮她的老伯拉克 被称为杭州第一贱人 恶狗不见 只是里面有些超前 别人搞了共享单车 而他搞了共享吃子而已 正巧有一个恶人 来找恶狗的麻烦 不同的上小帮恶狗 却被恶人的手下一顿暴打 恶狗和老伯就上全去帮不同 甚至恶狗的老伯 被恶人给摔死了 恶狗薄样大怒 扑过去 对恶人就是一顿暴打 完成了一项用物 恢复了三分之一的神力 死了一个人又怎样 大慈大悲的和尚 也是很高兴的 恶狗见老婆已死 伤心欲解的他 也当成致敬了 留下了一双儿女 孤独的存活在这世上 恶人想起了自己也是孤儿 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恶也 又完成了一项用物 恢复了三分之二的神力 死了两个人又怎样 大慈大悲的和尚 也是很高兴的 话说瑜女被北海毒龙 强迫哄入宫中 要将毒龙珠放入皇帝的口中 不过瑜女在最后时刻反悔了 是让北海毒龙很生气 激活了天长 通知瑜女的诱 情人一耳 马上就可以受三斤了 不通找到了瑜女 并吻了瑜女 原本只差了情人的一口气 就可以恢复所有的神力 可是现在吻了几次 仍然不见恢复神力 不通 你理解错了 博上所讲的 情人的一口气 自己情人口腔中 所发出来的口气 熟成口臭 你让瑜女三天不刷牙 再来吻吧 不通没有办法 只要先出去对付北海毒龙 但不幸的是 瑜女被打成了冲伤 临死前吻了不通 让不通恢复了所有的法力 不通变成了一条青龙 杀死了北海毒龙 快看啦 这就是投资两亿元 做出的特效 请验证看 不要错过这么逼真的特效 不通和商君一礼遗址 就不打算回到宪界 以后不通留在世间 寻杀仗义 知识为怀 受过他恩惠的人 尊称他为激光 这电影进而变中 为老婆拉哥的恶狗观点一样 君严算什么 资金才最重要 所以都办平分 3.0分 投资2亿 票房收益9000万 所以认为电影赚钱最重要 就不一定能赚到钱 不知道你为这部电影奉献了票房没有 还不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R99呢 每天都更新好玩有趣的内容